有点准 透过镜面 今天的融资减了12.92亿 已经跌无可跌的融资 水位1860亿 我们看融券的一个张数 透过镜面 大家心情真是不好 连融券也减了6928张 支检 卷检 它其实代表是人气退潮 那在这个过程中 在面对国际股息上面 不确定的因素 人气退潮 其实它在所难免的 如果今天融资增加 那也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先把刚刚分析完 整个一个美股跟欧股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股市 那我就 因为我们刚刚 我们的汉微 已经稍微谈到过了 我们就不多谈 它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说过 当你要去执行亚投行 你要全世界 都来去参与的亚投行 第一件事情 企业的借贷成本 一定要低 你的所谓的财政支出上面 你的费用的支出 才是低的 你的成本才是少的 你成功的几率才是大的 这是最基本的 那我个人认为 我现在都不多谈这个 其实我很简单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一次里面 整个中国大陆 降出所谓的 再度的降准跟降息 跟你的一个欧债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仔细去看 它基本上跟陆股的区间 是有关系 它到相对的高点 打你一下 对不对 到了相对的低点 就给你捧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部分的 宽松货币政策 是没有变的 那我用简单的一个 所谓的操作策略里面 把陆股里面 我把陆股四个 整个一个A股 B股 上海A股 上海B股 深菌A股 深菌B股 支撑跟压力 你写给大家看 那我讲的意思是 我还是允许我上礼拜讲的 长多架构没有破坏 中短空的格局 已经成型 我没有改变过 那你现在里面来讲话 你可以发觉到 其实我在写这个支撑的时候 它并没有回测到半年线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上海A股 今天的走势图 它极确点到了半年线 你看 拉出了一个 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它今天有利多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参考的依据 4059.1点 或是我们称之为 半年线里面 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它会在这边进行什么 区间相形震荡 进行一个中短线的底部的整理 但是反弹到月季线 这两个区间 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ETF 请你高出再做低进 短期之中 大量区间既然已经破坏掉了 这个均线已经是呈现往下弯的 你就要尊重它 它这个叫做死亡交叉 所以你到那个均线的压力 先卖拉回来再去做买进 尽量降低你的持股成本 这个方式里面 它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整个一个所谓的 生菌的一个所谓的一个A股 深圳的A股 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 所以都以A股之中的半年线 那B股也跟大家讲了 所以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都是净压力先出 因为中短空嘛 净压力先出 拉回再去做买进 可能是目前入股上面 比较好的一种操作逻辑 也就是区间相形震荡 你说它要大跌变长空 我也不认为它会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大家回到整个一个 在目前整个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今天有一些 新兴的火种 它到底能不能去疗源 在今天里面 我们也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些在今天里面 大家都大跌 还有人敢买的股票 到底是怎么办呢 那其中里面来讲的话 有一个 我就在今天里面 有个很好的现象 大家可以发觉 我第一个放IC设计 第二个放节能概念个股 你要知道 这两个族群之中里面 以往都是我们业内的最爱 居然能够在今天里面来讲 逆势的一个上扬 可是我们也看得到 今天其实是内资投跑的 那到底这个行情上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上面 我们就从这几个个股上面 来做一个讨论 第一个是5269的详措 它不是今天涨停 它上个礼拜我就涨停 那这个涨停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在礼拜四的下午 突然有一家外资说 翔硕的目标价上看四百块 当天的收盘价是不到200块 你说它这要不要跳空上涨 但是它如何来看出来 翔硕价值400块钱 我们不去做评论 因为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那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是在这种过程之中就代表说 市场还有什么 还有投机的气氛存在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觉翔硕的一个上涨 它带动了今天的创委也大涨 可是创委一涨 今天就被法人偷卖 加壁企业大涨 它这个带动的叫Type-C 可是这里面就很奇怪了 我们台湾相关的NB的族群 好像都没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这个时间点 它就是带动创委 加壁企 或者说我们看到预创 这个Type-C的一些概念个股 但是Type-C到底有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看看台湾里面来讲 Type-C相关的概念个股 叫加则 之前大家应该知道 它是连接器里面 加则里面来讲 是很重要的 Type-C的一个概念个股 它却跌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不去做评论 但是我认为台北股市 就代表这些的IC设计个股 Type-C 它的一个投机气氛是存在的 就代表内资 没有完全完全的 在这个市场上面退出 这对台北股市而言 是一件好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话 不过我现在强调 因为翔硕它是不是 礼拜五涨停 今天涨停 请明天不要过度的去做追高 因为明天你再去追 那乖离 很看这个乖离 明天再跳上去 这个乖离实在太大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因为到目前 它的基本面上面而言 还没有实际的带出来 它已经是创新高 那有人讨论说 它是不是是利旺的翻版 或是汉维科的翻版 这不是我们能够去做讨论的 外资是有这样的资格 去做这样的评论不是吗 所以这个情况你应该是 我只能这样子讲 我讲的比较客观 那因为调高 翔硕 目标价到400块钱的外资 它到底是对翔硕 是在买呢 还是在卖 你可以去观察 它的后续上面 买卖超的一个追踪 那第二档 我们就谈到3514的郁金 不过郁金 你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是因为它要现金增值 它的现金增值在最近里面 拉起来了 那我们就说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呢 那我们这个下面放一下 KD指标 如果可以的话 放一下KD指标 你来看为什么说 我有时候在讲台北股市的破底 我们不要害怕 而是破底之后 它的一个走势是什么 我今天为什么带出郁金 我们假设 刚刚我们谈到台北股市 假设明天破了1970点的时候 就是破前低 我们会怎么走 你看郁金的15.1 是破这个低点 KD指标 是不是跟我讲的 低档背离 低档背离之后 它的国家是这样子的走 所以不要怕破底 我们要看的是 你破底之后 技术指标的低档的背离 你能不能够走出这样的走势 那因为郁金 它的现金增值 今天突破了 颈线所在的位置 那今天的报大量 短线上面 今天报大量不追高 就以今日的低点 当作它的强弱关键点 不是只有太阳能 这个之前最烂的破底 个股里面是这样子 率先打出双脚的 6244的帽底 走势也很好 3576的新日光 走势也不错 那跟台北股市 整个一个 我们之前就讲 低档 转强的比较好 还是你一定要去筛选 在高档上面 五日均线 大于月线 大于季线 那个有时候 在高档上面来讲 不一定有这些 低档的转强个股 更来的安全 第三档的个股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245市的联发科 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 联发科 今天法轮也没有大买 它走势相对性的 温和性的一个上涨 那主要它之前的这个高点 它是遇到什么 之前我们来看 最大量区间 它是来到了整个这个区间 434到455 它这个套牢区间 所以稍微的压回来 但是它拉回 景线的位置 还能力手 因为来自于什么 未来的第三季的营收 能够持续的成长 不是只有联发科如此 我们来看4947的F昂宝 你看这个也是 中国智慧型手机 以前也是跌成这样 也打出了双脚 那我们也可以发觉到 细创在最近也不错 敦泰也不错 那就告诉我们 整个中国智慧型手机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不是都相对比 大盘强 你也可以在未来里面来讲 留意这个族群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那就是台光店 台光店它讲的就是什么 我就在这一次 非凡商业周刊 告诉我们一个叫做 你要如何去选择 整个一个钻石呢 钻石 你要如何去选择黄金 钻石啦 黄金啦 还有珍珠啦 对 都在这 那我现在用 2383的台光店 来做一个抛装的预域 看一下可以 好 预域啦 你如果看技术面 这是啥 这一定是 这一定要 那够这样啊 对吧 要等量测量 可是在当时候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被法人 棒一身大卖的股票 投信也在卖 外资也在卖 你看 然后卖卖卖 破了一个颈线的位置 就破颈线位置之后 才发觉 人家第一季也赚一块多 到第二季跟第一季持平 今年可以赚到六块半 那股价 棒一身 直接就创新高了 所以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有哪些股票 被超卖之后 它出现了一个价值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一些的重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欧洲股市的一个表现情况 时间已经来到晚间的九点十分 在整个跌势当中更有明显的一个收链 我们刚刚一开始八点都有三趴 甚至早盘 他们开出的时候跌幅更深 所以我刚才讲说台北股市真的在这个时间很委屈 人家明明事情发生在这里 没有涨跌幅 跌下去也没有去做破底 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 明天破底的话 我们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OK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回到过去 那蜀方分析师点了一个时间 就在2008年的9月15号 雷曼金融风暴 2008年的9月15号 这个在当时候呢 它就是出现了雷曼金融风暴 金融的一个危机 好可怕 对 那就是因为有了雷曼金融风暴之后 我们刚刚谈到的各个银行之中的防火墙 它才建立开始出来 我们可以发觉到当时候呢 德国我们先把整个几个数字记住 那时候应该首当其冲的是 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是4.42% 那我为什么要把德国跟美国记起来 因为现在里面首当其冲的 以欧洲而言 就是法国跟德国嘛 英国其实只占10% 它是不是当时候的法国是3.78% 2.74% 跟整个一个道琼是4.42% S&P 4.71% 对 那我们就以道琼 因为办法一下子记不起来那么多 4.42% 2.74%跟3.78% 我们现在拉回到欧洲股市 好 刚刚看的欧洲 欧洲股市 今天的 今天就看今天就好了 OK 我们来看欧洲股市 刚刚那个画面就好了 你可以发觉到 它收敛在2.74% 首当其冲 对 首当其冲 按照到底讲 如果美国刚是不是4.43%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法国2.98%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事情上面而言 并不像我们台湾的投资朋友 这么的一个恐慌 如果到时候里面 美国它相对性的 一个所谓的跌幅呢 跟当时候的欧洲股市里面 差不多大概在2%多的话 那就代表呢 在这个时间 第一件事情 德法如果比照雷曼金融风暴 应该是4%以上嘛 它现在只有2% 那如果美国呢 它在以前里面 德法是不是2%多 它如果只有1% 那就告诉大家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B计划执行的可能性上面 成功的几率还是存在着 那我们看完2008年9月15 我们制作团队很厉害 可以看隔天的话 就是说那天很可怕 雷曼爆了之后 隔天 因为英国那时候没有跌 这是隔天 对 隔天 隔日 隔日里面来讲 美国股市因为跌幅比较重 它有去做一些的小反弹 但它后续上面 还有一些的影响性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历经了雷曼金融风暴 以前你有看过QE吗 没有嘛 就是雷曼金融风暴才有QE 把整个资金变大 那再过来 你有看过说 货币贬的才会股市涨吗 也是雷曼金融风暴之后 才产生的 所以有很多新的 全新的经济学里面 都是从雷曼金融风暴之后 产生的 其实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些 新的一些的概念 才能够应付新的变局 好 汉卫先生在旁边投校 他们为了新经济指标 新经济学 都还回到学校去跟国内 有一些央行退休 做一些重量级的教授切磋 就跟他们请立一下 对 因为现在的状况 怎么跟以前教科出货的理论 好像不太一样 OK 所以回到下阶段回来 韬金树 那是我们现在 投资我们能做的 因为其他都不是 我们能够决定的 马上回来 手机荧幕面板 侧边按键 一一飞向iPhone 6s 组装起来 网友迫不及待 新款iPhone快快现身 最新消息传出 9月亮相的iPhone 6s 将采用1200万画素镜头 还加入光圈拍照功能 拍照时 能同时录制一段影片 让后置更有变化 就连被诟病 不够美观的白色天线条 据传渴望拿掉 改变设计 上游林组件 也展开拉货潮 其中平盖股台积电 29号上演重头戏 出息4.5元 创下18年来新高记录 这次发放的现金股息 将高达1166亿元 但受到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 上周五重挫2.44% 还有息债危机 升温影响 台积电陷入贴席的窘境 29号开盘后 台积电股价 持续在平盘之下震荡 盘中下跌2.5元 失手140元关卡 跌幅逼近2% 影响台股蒸发大约40点 不过法人认为 国际资金对于今年台积电 完全填息行情 仍有着高度的信心 因为根据过往经验 台积电近10年 出息前后表现 上涨几率各达80% 跟70% 以前年来说 出息后只花了8个交易日 就完成填息 不过去年 却花了3个多月 才填息完成 仍要观察 7月中旬台积电法售会 释出的营运展望 其实台积电填息 慢慢来填反而好 因为国际盘震荡比较大 那这代表说外资会 默默把他买上去 这正好会溢注台股一个支撑 如果一下填息太快 那可能外资 就会反向赚到息 就会要准备落跑了 因为是国际盘压力比较大 那原则上台积电 应该来填息 还是可以看得到 毕竟第三季 还是有些忘记的 一个订单会进来 随着半导体验 第三季市场库存逐步去化 加上台积电 开始少量出货 苹果新处理器 外资预期 台积电第三季营收 就会重回成长轨道 记者杨宝珍林秋强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